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主身份尊贵 自幼长在这进宫之内 与驸马萧衡成婚之后 才出宫建府 能让公主费心收养其子 此人必定与公主相交甚动 而在这长安城中 与公主运气相当 又与您交好的 唯有沉阴之期 如今人正物正皆在 公主 你还不认罪吗 臣有话要说 臣萧锦鱼拜见陛下 免礼 你说你有话说 你有何话说 陛下 臣方才在外 听见韩尚书的一番推论 臣以为 韩尚书所奏 漏洞百出 安郡王 你如今有逆党以后之嫌 没有资格在这里大放厥词 小锦鱼 那你倒是说说 怎么个漏洞百出 韩尚书所成卖案 必是他人蓄意伪造的 安郡王啊 安郡王 你可真是狗急跳墙啊 连这等睁眼都说不出来的瞎话 也都说出来了 你连这卖案都没见过 如何敢在这里言之凿凿啊 韩尚书可曾想过 张太医若真是走投无路 想以自尽宝的家人平安 又何须将这卖案 放在桌上 让你发现 他一死 必有人来搜查 若有人看到了卖案 怀疑公主 公主得知后 再对他家人下手 他岂不是白死了 或许是这张太医 想以死来 令真相大白于天下 笑话 张叔并非平头百姓 他一届太医令 面胜的机会 比你我都还要多 他若真想高发什么事 岂用赔上自己的性命 陛下 臣请验看 韩尚书所说的那卷脉案 韩基 给他看看 陛下 这卷脉案 用的虽是陈年旧职 但末计 却是崭新的 诸位大人 但凡看过账簿 或登记册的都会知道 即便是同一个人 使用同一副笔墨书写 每一日的字迹 都会有细微的差别 但这卷 跨期近一年的脉案 却是一气何成 更匪夷所思的是 这卷记录公主 卖相的卖案 用的却是三年前 涉周才研制出来的 吴香墨 吴香墨 以极为精巧的 织墨工艺 极大降低了墨水 本身的胶臭味 而不像以往的 织墨之法 要在墨中 添加香料 以遮盖胶臭 所以未知 吴香墨 线下此墨 仅用于工种 即便是他 曾在某处得到此墨 又怎会用来 腾超一卷麦案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